顾思是我喜欢的人 他是我的男人 瞎了他的狗眼 连我的男人他都敢抢 我不会放过他 接上集童话被人诬陷 顾思你在干什么 谢婉玉这件事没完 谢母心里不安 事情越闹越大了 怎么顾思也来了 怎么顾思来找童话的 顾思小童 顾思这次没有给这位长辈面子 坚决地拉着童话离开了 月刚亲自开了车过来 把两人接了 谢婉玉追了过来 月刚你给我停车 道歉婉玉同志 我接到的命令是接雇同志进家属院 再安全地把人送出家属院 谢婉玉怒气冲冲地追着车 月刚 月刚 你给我停下来 月刚开着车离开了家属院 车上 月刚透过后车镜 看着后座的脸 月刚也有些不太明白 这位童话之亲 不是谢营长追求的对象吗 这位顾秘书怎么回事 童话被顾思牵着手 从刚才到现在 再抓下去就有点不好意思 他往回抽了抽 一次没抽动 二次没抽走 童话一紧张 突露嘴了 顾 顾叔 你要气死我吗 童话闽纯 那倒也不是 到了红牛大队 当着月刚的面 顾思将童话抱在了怀里 等我消息 车子和人都走了 童话还是没反应过来 程小语一股脑地扑在他身上 童姐 童姐 程小语刚想问他车里 坐的另外一个人是不是顾社长 但童话双眼如松如霧 白嫩的脸蛋 红他像两只熟透的个桃子 童姐 你咋了 我也不知道 程小语定定地看着童话 玩犊子了 爸 妈 你们快 程小语还没喊 就被童话捂住了口 你喊啥 喊我妈来给你喊魂 不用喊 我挺好的 你回家照照镜子 这模样 他看着都想亲两口 跟熟透了的桃子一样 童姐 刚刚送你回来的是顾社长吧 童话扁了点头 程小语顿时满意了 不枉他之前故意跑知青点 去告诉顾晶月 他们谢营长来接童话的事 只可惜那几个家一起 都不是谢营长的对手 还是得顾社长 童话回来了 部队家属大院 还是一锅粥的状态 谢婉玉都快气疯了 他的两块崭新的魔独手表 搭理头了不说 顾思当着他的面 牵着童话的手走 你还说他是个好东西 他要是个好东西 他能偷我手表 他要是个好东西 他能跟我哥 黏黏乎乎的同时 还跟顾思不清不楚 顾思是我喜欢的人 他是我的男人 瞎了他的狗眼 连我的男人 他都敢抢 我不会放过他 谢婉玉在家里大发雷霆 气得哇哇乱叫 谢母一手扶着头 脑子里面嗡嗡作响 来回响的都是谢婉玉的动物 另一方面月刚把人送回去后 把事情捅到了谢师长跟前 宋年现在什么情况 谢营长亲自带队 护送两个人去洗口 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回来 若是谢营长在家 也绝对不可能 发生这么荒唐的事 谢同志的两块手表 也还没有找到 到现在谢婉玉还一口咬定 就是童话知青拿的 谢师长头疼的捏着眉心 今天他得回去一趟 师长 那个顾秘书 他 谢师长知道顾思 现在是当地公社的社长 他怎么了 他让我转告谢营长 这次的是他不会再留情分 如实转告给谢宋年 也好能让那丫头早点想清楚 这些年他真是昏了头 谢师长回去后 谢母在家里安生叹气 你说这叫个什么事 谢母心里莫名的就有些慌 可具体又说不出慌在哪 谢师长神色不明的问他 你为什么同意谢婉玉 去搜童知青的身 你也觉得东西是他拿的 这怎么可能 小童不是那种人 谢师长不理解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 谢母也很不理解 我不也是希望事情早做了结吗 小童迟早要嫁进来 婉玉对他有误会 自然得解除掉 所以你就同意搜童知青的身 搜他的包 谢母急忙解释道 我年轻的时候也被搜过身 也搜过别人的身 这也没什么吧 身中不怕影子斜 这不代表我就是怀疑他做了什么 你年轻的时候 搜你身的是什么人 你又是为什么搜的别人的身 童知青是敌人吗 你是敌人吗 谢母这才缓过神来 这还真是真有他的问题 那怎么办 我再给人请过来吃个饭 谢师长提前给他留个话 这次的事我不会插手 该怎么办怎么办 谢母还没意识到谢师长的意思 也或者说谢母虽然看重童话 但这个看重完全是建立在他儿子身上 对于童话本 谢母并没有怎么看重 他不觉得白日发生的事有什么大不了 谢师长提醒道 最近上面肃清部队风气 我这个当领导的要以身作则 你不要用我的名义再给婉玉办什么事 谢母心烦气躁 你说的好像我用你的名义 给婉玉办了什么事是的 他申请调到这儿来 不是你办的 谢母一阵无语 谢婉玉回到文公团就被领导找去了 不只一个人在投诉举报她 她以前得罪的过的同志都站出来实名举报她 谢婉玉被暂停了工作 先打发回家里等消息 肯定是那个童话搞的鬼 谢婉玉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罪魁祸首四个字算在童话身上 谢母打电话去询问了一下 文公团的领导也实话实说了 这次他们保不住谢婉玉 除非谢师长出面 你爸不在部队 去其他部队考察去了 那我怎么办 等你哥回来问问清楚吧 他能帮我吗 他刚刚折腾完童话 谢母觉得亲兄妹说什么帮不帮的 婉玉的事不就是他的事 谢婉玉怀恨在心 那要是童话举报的呢 不可能是童话 他还想和你哥在一块 又怎么可能折腾你 不过你必须得跟他道歉认错 等你哥回来 再把他叫家里来吃顿饭 谢宋年送完人回来 就从月光口中知道了 他离开之后家里发生的事 谢宋年差点被直接气出心肌梗塞来 他花费了这么多的心思和精力 小心翼翼地把人带回家 他自己都舍不得对他大声半句 他们就是这么对他的 正屋里谢婉玉正在和他妈说着话 听到熟悉的车声 门 暂时别说我在家 谢婉玉一路小跑 关上了门 谢宋年大步进了屋 眉眼间压着阴沉 神色格外的凌厉冷漠 谢母感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阴沉气息 心里也不淡定了 这是知道童话的事了 宋年 你妹妹的事 你先给她去打听打听 怎么就盯着她一个人举报 谢母觉得还是先把自己家的事办妥了 再说其他事 谢宋年恍若未闻 目光落在桌上另一个附茶杯上 谢母见她要上楼 且神色不对 急忙的 我在和你说话 你怎么回事 你先帮你妹妹把这事解决了 谢宋年回头 冷冷地看着她 我有什么妹妹 我有妹妹吗 谢母不高兴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 是不是小童在你面前说了什么 当时的事 当时不是你女儿冤枉她 你在旁边看着吗 谢母追了过去 恼火的 我是你妈 你怎么说话的 谢宋年已经到了谢婉玉的门口 谢婉玉 你有本事背着我做这种事 就该有本事当着我的面说清楚 谢宋年身形高大挺拔 气势阴沉凌厉 光站在门口就有点摄人 你这么凶干什么 你们是亲兄妹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清楚的 谢宋年目光深沉 我再问你一句 这门你是开还是不开 屋内还是没有动静 谢母还想说什么 谢宋年已经一拳头砸在了房门上 直接把厚厚的房门干开裂了 谢婉玉头皮发麻 双手捂住口鼻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出来 三拳头下去 谢宋年已经在房门上砸出了一个窟窿出来